抹茶豆沙包簡直是完美的結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都是抹茶控 你就不能錯過抹茶豆沙包 這包我是參考了Cookie Doo饅頭的這個 recipe TM31、TM5和TM6都可以用 豆沙蓉我都是用Cookie Doo製作的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 你可以去看我紅豆蓉的影片 材料有這些 搓麵粉當然要先叫醒酵母 我沒有跟這個 recipe 說用水 我是用了牛奶讓它更香 下完300克的牛奶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15g的糖 記得圍著那邊下牛奶 然後下1斤半茶匙的酵母粉 蓋上蓋子之後 我們就用速度1-37度 去用3分鐘去換成這些酵母 那些酵母醒了之後 我們就加10g的油 我是用煮菜用的橄欖油 又冷卻健康一點 加500克的麵粉 我是用普通的plank flour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抹茶粉 我很喜歡綠茶 所以我加了10g 加4分1茶匙的鹽 就可以開始攪勻麵粉 蓋上蓋子之後 然後我們就由3開始 慢慢加到6 這樣就去攪拌30秒 攪拌好之後 我們用刮子 儘量把麵粉放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開始 我最喜歡firmomix的其中一個功能 就是搓麵糰 在等著的時候 我們可以準備定一個大碗 塗些油 待會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碗來發酵 拿好把麵粉的墊出來 這麼快就搓好了 你可以用手指刮一下麵糰 看看它黏不黏手 或者會不會太乾 如果太乾可以加少許辣 如果太濕 就加少許麵粉再搓 我們現在調轉鍋 轉鍋底 等麵糰掉出來 之後我們就可以搓一下麵糰了 然後我們隨便把麵糰搓成一個波 這樣就可以了 使用手指下面肥肉 你一直壓壓搓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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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做好了之後 我們就放到剛才準備好的碗 然後用蓋上 保鮮紙還有毛巾 掩蓋上 讓它不要流失水分 稍微發至兩倍大 大約一小時 在煮麵粉中,我們可以拿出紅豆蓉,然後分成16份 大概每一份是20-25克,視乎你們有多喜歡吃紅豆蓉 這個紅豆蓉是我自己用Fermal Mix做的 8%全天然無添加,吃得放心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做,可以去看我紅豆蓉的影片 如果你想今天做豆沙包的話 我建議你昨晚做好豆沙蓉 又或者早上就好做,晚上才來做豆沙包 因為做好豆沙蓉,需要時間放在冰箱冰箱 分好16份的豆沙餡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踩成一個球 我這次戴手套的原因不是因為衛生的問題 是因為我心急,等不到紅豆蓉雪硬,我就開始做豆沙包 所以令紅豆蓉有點黏 如果你的紅豆蓉煮的時候,那些多餘的水份可以炒走之後 還有有足夠的時間雪硬,是不會出現這個情況的 讓大家看看一個乾身的紅豆蓉是怎樣的 是絕對不需要擔心它是黏手的 插好16份之後,我們就可以放回雪櫃裡 等麵團一起插豆沙包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我的麵團已經發到兩倍這麼大 怎知這個麵團可以不可以呢 你可以用手指插一個洞在中間 如果洞沒有消失,這個麵團已經可以了 我們就拿出來分16份 先把麵團搓成條狀之後,把它分一半 因為我手腳慢,我會把一半放回藤仙的盆子 然後讓它不要乾 現在我們可以用另一半分分8份 分三次一半,你就剛剛好8份 如果你想完美一點,你就拿一個秤 拿出來慢慢秤 分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麵團搓成圓球 然後放一邊用保鮮支,讓它不要乾 一用手指拉下面的肥肉慢慢推壓壓一下 然後就自然會拿到一個很完美的球 當麵團表面被插得很光滑的時候 你收口也不太重要 因為我們會做第二次的 你插完16個之後,你就等它能放到15分鐘 因為擦完它之後,它是搓不開的 它會很緊的,要等它鬆弛 稍後我們會比較容易滾開,可以包紅豆融下去 在等的時間,我們可以預備定牛油紙 用來做麵包紙 當然,如果你有專業的麵包紙會更好 過了15分鐘後,麵團會鬆弛 會比較容易搓圓 我們將麵團乾滑那邊,向著墊,按扁 之後,用滾滾滾開 不用滾得太開的,剛剛好,足夠放紅豆融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盡量用麵團包紙豆沙餡 讓它不要漏出來 其實你見過我摺手摺腳,你就知道 我不是很懂得怎樣搓麵粉 修口對於我來說,都是有點難度 我們盡量的能力,把麵團的厚子收得最緊 等待會蒸的時候,麵團不會爆出來 包好了之後,我們就用牛油紙蘸著它 然後放在一邊,記得蓋著它 就等發第二次 重複這樣做,直到我們包了16個包 正所謂熟能生巧 我後來發覺,如果不用滾滾滾開麵團 就這樣用手搓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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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一粒紅豆融入去之後 我們就慢慢收口 你會留意到,因為我不是滾得很大張的麵糰 所以沒有那麼多餘的麵粉要我收口 這樣就會容易很多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拿一個麵糰出來 光滑的麵糰向下,然後粒粒不平的麵糰向上 按扁它,然後慢慢搓一下 按下就做到一個硬位,一個粒位 就剛剛可以配合到一個紅豆溶下去 然後你可以放在墊上 然後慢慢慢慢收口 慢慢慢慢拿著,捏緊它,讓它不要爆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也想學一下,讓我可以包得快又更漂亮 做好之後,我們就拿一個保鮮紙包著它 然後放在暖的位置,讓它再發多半小時 直至一倍大 記得不要心急,要給足夠的時間 麵糰發到兩倍大 如果不是,待會蒸完之後 麵糰會收縮 現在我這些麵糰已經發了兩倍大 可以蒸的了 當然可以用Phermomix去蒸 把60克水放進煮鍋 然後用速度1 Feroma溫度120度 去蒸30分鐘 如果你是放滾水進煮鍋 其實蒸15分鐘就可以了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家裡已經有一個電子蒸籠 就可以直接拿去蒸 這個電子蒸籠真的蠻好用的 我有了它之後都沒有用過微波爐 我們用120度蒸15分鐘左右 如果你用明火蒸,千萬不要調得太大火 否則蒸完出來,表面是不會光滑的 哇,你看看我的包 熱鬆鬆,香噴噴,滑滑滑的 蒸完出來之後,過一陣子也不會回縮的 記得我兩個提示 不要太大火 還有第二次發酵要有足夠的時間 那你的包蒸完也不會走樣的 撕一個給大家看看 熱鬆鬆香噴噴,好棒的 看看我的包多鬆,我的紅豆蓉多滑 我這個抹茶豆沙包是不是好棒呢 普通放在冰箱可以放5-7天 我通常蒸完之後,攤凍了包就放進冰箱 想吃的時候,拿出來蒸10-15分鐘就可以吃了 哇,這個豆沙包真的很好吃 吃到我和柔柔都舔舔你 豆腐,你不要不開心啦 我預約你了 如果你做了,拍張照片留言告訴我 記得Like和Subscribe啊 MUAMS M quint 我们下期再见